我刚才讲了有四千多所大学 首先对自己的子女来说和对自己的家庭来说 其实没有哪一个大学是最好的大学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 根据你的孩子的能力和他的兴趣 还有你家里面的经济条件 那么诸多因素 那么决定了哪个大学对你的孩子来说 恐怕是最适合的 而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民校的误区 就是所谓的长青城学校不到十个 而在美国的话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前一百位的学校了 那么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如果我们在全世界要排前二百位的学校的话 我相信美国前一百位的学校 都可以进到前二百位的学校以内 再说的话 美国的学校还有一个就是私立学校 长青城学校都是私立学校 但是美国的重要的教育 它的力量 其实还有很多集中在美国的公立大学 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 也有所谓的公共的长青屯 刚才我们讲到的加州的洛杉矶分校 或者像我们这边纽约的州立大学 比如像实习分校 还有就是像宾格森 另外还有像那个就是 那个北卡罗莱拉大学 那个就是这些学校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忽略公立大学 包括像密资安大学等等的 那么这些公立大学的地位和能力 那我觉得是犯很大的错误 那么第三就是美国 很重要的就是博雅教育 就是Liber Arts 这些文理学院 那么文理学院它在美国 它的整个排行榜 跟这些大学是分开的 因为它们主要做东西本科教育 所以其实在美国 很重要的就在于 你如何让子女能够进到文理学院 这恐怕是比进到马上的一个大大学了 可能要好得多 最后就是在美国 有很多的这些社区学院 或者公立大学 它有它的所谓的 Honor College 就是这个兼职班 那么这些学校有个好处 在于在本地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像我们纽约那个城市大学 整个系统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12万5千以下 基本上就全部免费了 所以纽约的整个州立大学 和世界大学系统 全部达到了这种 基本上公立教育 对家庭收入在12万5千 那么12万5千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他们来说都全部免费了 另外的话 很多的公立大学 为了在目前变化的高等教育产业中 能够生存 他们是想把尖子生都给包容进来 所以其中最主要就在于 他们用大价钱 其实免费让许多尖子生去读书 包括就像我毕业的天埔大学 它是一个公立大学 但它花了很多钱 就是吸引人到那边去免费了 去读了 那么带动这个学校的质量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在美国还有一个最根本的 就在于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的国家 你怎么样能够利用资源 能够构建自己的创造力 和自己的卓越 那我觉得这恐怕是最重要的 远比挂上所谓一个牌子 我觉得更来得实在 好